可是那時候Apple 我記得她也是昨天還是前天說了 不是她本人請不要幫她發聲 那我覺得文治病也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麼 而且我沒有權利 她在訂妝前就有跟我說 這個角色可能需要布料很少的你行嗎 我說好 我試試看 可是當我去訂妝的時候 我沒想到哇真的很少耶 現場那個內心的建立要很夠 而且光換那個布料很少的衣服 我去廁所 我就增長大概有20分鐘 比你穿一般的衣服還要久 這個其實是要大家一起去努力 我們要怎麼去懲戒 我們要怎麼去防範 我們要怎麼去加強這件事情 不要再有類似更不好的事情在發生 我蠻意外就是 一件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覺得這個沒什麼 這個可能是需要時間 社會大家一起去導正的事情 不管是需要5年10年也好 如果可以為了我們社會越來越好的話 這個其實是要大家一起去努力 我們要怎麼去懲戒 我們要怎麼去防範 我們要怎麼去加強這件事情 不要再有類似更不好的事情在發生 我覺得你們以前在黑色的時候沒有聊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我沒有過這樣事情 可能因為我太胖 這樣沒有想看我的身材 怎麼可能 真的啦 真的真的 對可是那時候Apple 我記得她也是昨天還是前天的時候說了 不是她本人請不要幫她發生 那我覺得我這邊也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麼 而且我沒有全力 但是如果放在角色上面來看的話 我確實有一部片 我定妝定到最後面那布料是越來越少的 可是是因為角色需要 我記得一定完妝之後那個照片跟檔案是刪除 可是現場那個內心的建立要很夠 而且光換那個布料很少的衣服 我去廁所就掙扎了大概有20分鐘 比你穿一般的衣服還要久 某一次她就定妝突然就拿出來說 你今天穿這一套這樣 沒有沒有她在定妝前就有跟我說 這個角色可能需要布料很少的你行嗎 我說好我試試看 可是當我去定妝的時候我沒想到 哇真的很少欸 就可能是平口的泳妝這樣 可是我對我的身材本身就是沒自信 但是我沒想到 哇可是她真的是給我大尺度 補定完妝的時候就有說 可以把它刪掉嗎 因為我不希望是不好的照片被流出去 當下就刪了